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普通 因为这一天在绝大部分人的日历上 不过是一年365天当中极为普通的一天 既非西方假日 也非东方节令 除了因是盛夏气温稍高之外 与其他日子并无不同 而说特殊 是因为19年前的这一天 诺查丹玛斯所预言中的恐怖大王降临东土 中共对拥有一亿信中的修炼群体法轮功的镇压正式启动 从此掀起了长达19年的血雨腥风 当然也正因此 这一天也将与西方的Good Friday一样 成为历史中特殊的一天而被铭记 1999年7月 恐怖大王将从天而落 这几百年前的法国人诺查丹玛斯的精准到月份的预言 竟于1300年前中国唐朝预言奇书 《推背图》中的99年成大错不谋而合 果然 1999年的7月20日 恐怖大王如其而至 弥天大错也一发不可收拾 即阴邪丑恶之大成的中共首脑江泽民 利用其手中掌握的暴力资源和宣传工具 发动了对信奉真善忍法轮功民众的全面镇压 抓捕打人劳教判刑无所不用 报纸 广播 电视 外交 铺天盖地 手段毒辣 不遗余力 堪称中国近代史上乃至世界近代史上 最严重的一场政治迫害运动 中共当时本想速战速决 要在三个月内彻底解决法轮功问题 可迫害中国人从未失守的中共 没想到法轮功这么难对付 莫说三个月 19年已经过去了 其总书记都换了三个还是没搞定 且法轮功却欲战欲勇 但由于这场迫害的范围之广 时间之长 程度之惨烈 和因此所伴随的法轮功反迫害的各种努力 已经对中国和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而这一点 不仅法国的诺查丹玛斯和唐朝的袁天罡 都在其预言里明示或暗示 相信观众朋友们也都有所感受 说范围之广 因为这场迫害不仅针对大约一亿的法轮功学员 其运动已经覆盖了中国的每个角落 每个阶层的每个人 甚至波及了全世界 一度成为中共外交机构的主要任务 党媒喉舌的造谣谎言更是输出到全世界 中共对一个特定群体下这么大的利器 这在历史上恐怕是第一次 说时间之长 19年 比被称为十年浩劫的文革 还多出了9年 而且到现在还没结束 这在中共的折腾史上也是破了记录 而程度之惨烈 可用下面一组数据作证 联合国报告 中共老教所里关押的至少一半以上是法轮功修炼者 数以十万计 大社国际 酷刑案例的三分之二是发生在法轮功学员身上 明慧王统计 截至2018年7月19日 有4,326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 加拿大独立调查报告 数以万计的法轮功修炼者被活摘器官 焚尸灭迹 被称为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邪恶 可面对这样从未有过的邪恶 法轮功也表现出了从未有过的勇气 19年的灭绝性镇压 没能使他们屈服 反而在19年的反迫害当中 以真相为武器创造了诸多奇迹 所以就算朱世纪和推背图都没有预言这一段 我们也可以十分有把握的断言 迫害不会再持续19年 中共也绝对熬不过三个总书记 正义终将战胜邪恶 不仅是一种美好愿望 而是这台历史大戏的必然结局 好 观众朋友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广州话们再见